北京大学突然宣布,治疗艾滋病癌症重大突破,建立了基于基因编辑在人成体造血干细胞上进行CCR5基因编辑的技术体系,实现了进基因编辑后的成体造血干细胞在人体内长期稳定的造血系统重建。 根据发表的论文显示,经过基因编辑后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时患者的急性淋巴白血病得到完全缓解,携带CCR5突变的工体细胞能够在受体体内长期存活已达19个月。 其次要解答的是,中国科学家怎么运用基因编辑工具,治疗艾滋病和白血病患者。 知道了这一点,中国科学家就在成体造血干细胞上,通过基因编辑敲除CCR5基因,然后再把编辑后的细胞移植到艾滋病患者体内,这样就可以清除掉病人血清中的艾滋病病毒。 治愈艾滋病,对于这项研究的未来走向,邓洪回教授表示,要通过各种方法优化基因编辑造血干细胞移植方案,以降低拖把率,实现100%的敲除效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